大家好 我是云燕 酒店里的鲜榨玉米汁非常好喝 细腻浓滑 奶香浓郁 今天和大家分享它的做法 味道一点都不比酒店里卖的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两个甜玉米 把皮和须都摘干净 把玉米先横着切一刀 再竖着切一刀 这样就非常容易用手掰下来 把所有的玉米粒都掰下来 玉米粒剥好以后 放在开水锅里煮4分钟 把新鲜的玉米煮一下 炸的时候 玉米才会打得更加细腻顺滑 这个步骤一定不能省略 捞起来过一下凉水 把焯好水的玉米粒放在料理机里面 加上一勺米饭 这就是玉米汁炸出来 顺滑好喝的关键 然后加入250克纯牛奶 900克清水 盖上盖子 把料理机调到豆浆模式 料理机要有加热功能的 让它一边搅拌一边煮 现在闻到一股浓浓的玉米香味 这玉米汁煮好以后 现在来加点糖 我这里加50克糖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 这煮好以后盛出来 这打好的玉米汁倒到这个大碗里 玉米汁非常的细腻光滑 奶香浓郁 浓浓的玉米香味 是一道非常营养健康的饮品 有空一定要在家里给家人做一下 非常好喝 喜欢就点个赞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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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